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有呆呆为大家带来的生存战争之特别篇独闯野人岛 上一次我们在这里掘坟盗墓 可是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而且呢 我们还遇到了一只会飞的虎精 可是我们没有鞍 无法驯服它 这一次呢 我打算获得一些毛皮进行做一个鞍 不过在此之前 我可能要吃一点东西了 因为我非常的饿了 好的 我看到了这个外面有很多的这个狼 但是这个狼有点多 如果说我杀掉一只狼 其他的狼都会攻击我 看来我必须要想到一个万全之策 我们的万全之策就是引狼入室 这三只狼已经被我关在屋子里面了 只需要对这三只狼下手就可以了 这三只狼显然不是我的对手 你看他们都在想逃跑 但是想逃 却又逃不了 只能被我宰杀了 哎哟 你还想反抗是不是 这家小伙伴都因沦为刀下亡魂了 不会吧 怎么就获得了一个毛皮 这也太少了吧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醒了 可是我发现门口有一个狼人 哎呀 这狼人 岂不是我昨天杀了你的兄弟 你来报仇了 啊 啊 啊 我 我 我怎么把自己关在门外了 不要 哎呀 我这啥操作呀 怎么把自己关到门外了 这狼人 去哪里了 去哪了 去哪了 难道已经跑了 哦 这狼人 真是太狡猾了 竟然 竟然敢从天而降偷袭我 有本事你给我下来 我这一次是不会怕你的 你给我下来有本事 看来我要使用一些小伎俩了 哼 有本事你敢给我过来 有本事你过来 狼人 你给我出来 哎呦 在上面 敢打我 我跟你拼了 怎么了 打完我还想跑 是不是 你跑啊 你叫啊 没人理你啊 你跑啊 哎呦 获得了一颗钻石 哎 相当不错 相当不错呀 看来我们需要一把钻石刀了 不行 我们的等级还没有达到三级 所以说不能使用钻石刀 哎 可悲 可悲呀 不过我觉得外面应该还有一个狼人 我们先把钻石放到我们的箱子里面 然后再和这个狼人进行决一死战 谁怕谁 对不对 狼人 有本事你给我过来 你哥 已经被我给打死了 哎 哎呦 你怎么说来就来 来这么快 而且 哼哼哼哼 好像你也不行了 来呀 你叫啊 你怎么不叫啊 你还想跑 还想跑 是不是 还想跑 太棒了 又获得了一颗钻石 哎呀 这一次引诱狼人 收获可大了呀 哼哼哼哼 开心 好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稍微的休息一下 明天再出去寻找一些其他的东西吧 是向前岁间入剧 çık了 刘马 可不一会 递 兽